今天是2021年3月5日星期五 逢星期二、五或更多的时间 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讲讲比特币或加密货币 如果还未subscribe的你 可以按下右下角的按键subscribe 这个星期做了很多事情 见了很多不同的members 上来拿 tea 上来聊天 上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昨晚刚刚去尊丽接受一个小访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主持是活跃的 帮助了很多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去尊丽的网页看 下面也会有连续的 今天会说些什么呢 今天当然会和大家看一看比特币的币价 但是今天就不会太详细去说 因为我要说的东西 我们差不多上个星期或甚至乎再上一个YouTube的视频 都说了 而且 现在都似乎 都在发生着的 今天会提提大家一些要点 接着会和大家去follow up 昨天live里面 我想说的一件事 即是比特币究竟现在其实可以去到的价值是多少呢 或者这个牛市里面 接着就会和大家说两篇新闻的 从而提提大家如何去保护大家的资产 和如何去选择project的 在看币价之前 我们也先谈谈谈 patreon方面先 首先三月我也说了 想搞第一个聚会 希望可以见到大家的 面对面的见到大家的 如果还没买T的话 或者想在聚会里面 穿这条T去见面的话 可以去到下面google form上填 很多码都断了 现在中码和大码是剩下最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朋友想剪片 或者想拍片 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东西 都可以找我 因为近来工作量实在很大 都想找一些帮忙 不会要大家白做的 都会有薄囚的 甚至乎如果你是为了一个梦想 或者为了一个兴趣去做 那大家一起努力 那就更加好了 如果有兴趣或者有些idea的话 都可以在IG、Facebook 或者TG告诉我 现在立刻看看比特币的币价 我们先试试一下 好了又来到Trading View这里 现在比特币的币价是46,973 记得上一次我们说的时候 好像是挨着50,000 那我就说了 我觉得Bitcoin的回调是未完的 还是有机会跌到30%的位置 就是说由高位算下来的30%的位置 大概去到40,600 这个我就偏向可能64的看法 还有那个时间性 我这里都说了交叉 大概在这个交叉的前后一个星期 那我就为之完美了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 我认为对比特币将来的升势 会是非常之好的 还有一件事都跟Patreon的朋友分享了 就是说 就算这个月的回调未去到40,600 这个月里面 我自己觉得都是会偏向平稳的 就是说三月里面 未必会变得高位了 真正的升势可能要4月才会开始 最后都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想入货的话 就不要等到最低才买 可能由现在开始 每隔6%,7%或者8% 像你之前的影片那样说 慢慢买入会是最好的 我自己觉得 特别认为 好了 今天说到币价 说到这里 之后我们看一看 Stort-to-flow model 去到这里 Look into Bitcoin 看看Stort-to-flow model 我想说的是 现在我们仍然是很完美 跟着这个Stort-to-flow model去走的 你看到刚刚在这条线上 下面我想看看红色这里 红色这里 绿色这里 就是现在的币价 和Stort-to-flow model的那个 difference 或者那个variance 就是说如果它是升多 比那个Stort-to-flow model 你就会看到红色 越升得多的话 就是那个偏离越多的话 你就会看到红色越高 相反如果跌低的话 你就会看到绿色 大家看看这里 对上一次比特币的高位 或者两次比特币的高位 它的距离Stort-to-flow model 都是一个比较远的位置 我们现在仍然在这里 如果真的根据这个Stort-to-flow model 就是说 比特币起码去到这个偏离 Stort-to-flow model的大概这个位置 才叫整个偶事会结束 所以接下来我仍然非常乐观 接着就跟进一下昨天Live 我想说的东西 就是说的是一个高的marketcap 看到现在高的marketcap 是10.766T左右 我计算它大概11T 昨天也说到 如果一半的人买金的人 去买比特币的话 大概5.5T 现在比特币的市值大概1T 今天跌了就没有了 今天跌了可能是8000多亿 当是1T 如果有一半的人 即5.5T的人去买比特币 比特币的价钱应该很简单的 因为供应不变 很简单的大概5倍左右 即是5万乘5倍 即是大概25万美元 再看 就是这个2018年的一个统计 之前我在一条影片 或者超过一条影片 都给大家看 当时整个股票市场的市值 是67.5T 即是60几万亿 当时苹果的市值是1T 现在苹果的市值大概是2T 股票市场的市值 我想没有升到一倍 但应该升了很多 大概我估计是100T 如果100T里面 用回刚才的计法 有一成至两成的人 去买比特币的话 比特币就会已经升了10倍 或者20倍 10倍是说50万 20倍是说100万美元 所以很多人问我 现在买比特币迫不迫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迫 以上我就是想在跌市的时候 给大家一些信仰 或者提提大家 比特币的价值在哪里 接下来我想看两宗新闻 去提提大家 究竟如何去保障 或者如何去选择项目的 首先就是这个Bilance的Smart Chain 之前我们都开始玩 这个Bilance的Smart Chain 的DeFi Project 就说有一个项目 被人偷了31m的美元 这个Project就叫做Miracart Finance 刚刚开了应该不够两天 突然间那些钱就没了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就看下去了 这里就说 A New Farming的Project 就下跌了31m的美元 他们的Website Twitter Account 或者Telegram 都全部删掉了 即是说今次很有可能 是那个Project的创造者 去偷了这些钱 即是说未必是关于Project 本身或者Code的本身笔的问题 是这个人有心处心積累 去偷大家的钱 这里我们不详细看下去了 只是想提醒大家几点 逢玩这些DeFi Project 有几样东西我们要注意 第一就是我们通常都去一些 大的Project玩 就像大家选择Exchange 在现时来说 由于DeFi Project 比起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 更加知道监管是少的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些大的Project 已经玩了一段时间的Project 为什么要选择一段时间 已经玩了的Project 就是如果那个Program有什么问题 或者DeFi的Smart Contract里面有什么问题 通常会有些朋友 在很快的时候就会发现到的 所以如果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第二之前也提到的 不要只看着那个APY 或者APR 很高很高就冲去买 大家要尽量了解下这个Project 做什么的 究竟它的Token是否真的有价值 或者最好最好 当然了解一下背后是什么人做的 暂时我个人来说 就不会投放太多太多的资金 在一些DeFi Project上 始终DeFi这一样东西 或者DeFi这个热潮 都不是开始了很久的 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DeFi方面的这些Project 会更加完善的 刚才有一样东西忘记提大家 就是我们选择这些DeFi Project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一些有计划的Project 即是说有独立第三方的机构 检查过它们的Code是没问题的 才选择这一类型的Project 好了 说完怎样选择Project之后 我们讲一些比较个人的东西 就是想看这篇文章 币怎么流进别人钱包料 浏览器擴充功能暗藏风险 一个步骤为你加密货币资产提供保障 这个就是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手机上 做完我们加密货币的收益 传出、传入 但是有时我们都少不免 去用Desktop、浏览器 去做一些传出、传入的功能 我们做一些加密货币的存款 或者提款 少不免会将大家的Adress 打在一个浏览器上面 这篇文章就是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在浏览器上面 装得太多这些Extension 其实是有一个机会 将大家的加密货币 传到别人的 只要那些Hacker引到你装他们的Extension 他们就有机会暗中改了你的Adress 将你的加密货币 传给其他人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这里教了大家一个方法 去避免这一件事 如果大家用Chrome的话 上面的选择那里 应该有个People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加多个人 Add Person 接着你的浏览器里面 就像多了一个户口那样 即是说多了一个Account 以后你在这个Account里面 不要装任何Extension 以后这个Account 就只是处理你的加密货币 提出提入 或者是一些网上银行 总之涉及钱的东西 都只是在这个Account里做 如果大家想再保险一点点 大家可以考虑在你的Account里 或者在你的电脑里 加多一个User 而那个User就只是处理这些东西 就不会装多余的软件 或者开一些多余的Email 这一样东西都可以保障到大家 其实记住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好像你平时用电脑那样 不要乱乱开一些链 不要乱乱开Email 不要乱乱继续设计 那这个其实已经 可想可以保障到 你七成至八成的安全 那当然最紧要是 保存你的Seat Face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今天跟大家讲了 如何从Market Cap 看到比特币 其实很容易就会去到 50万甚至乎100万美金 跟大家看了DeFi的Project 如何选择 亦都跟大家讲了 如何增强大家浏览器里面的一个安全性 喜欢这条片的话 like share comment下条片再见 拜拜